今天我们来玩由MegaTank出品的MT-01独裁者 产品外盒非常的巨大 烫银蚊子的加入 使得低调的外包装有了一丝高贵的气息 内容物方面的一张说明书 还是个打码的说明书 一把大剑 锐度OK 分色也OK 还有一点点的自洗效果 一把对螺丝孔进行填补的零件 还有两个正儿八经的头雕 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颜值如何 其实眼部的透明件是呈深红色 可惜没有用银器打底 所以看上去会有点像黑色 那我个人会比较偏向于 这一个咧嘴笑的脸 在视频中会看得比较平面 其实现实中较为立体 看上去的感觉也会好一点 至于脸罩上的刻线 你喜不喜欢 那也就因人而异了 我个人是建议剩一下线 强调一下它的线条 观感会更棒一点 头灯打开后 眼睛就亮起来了 呈微弱的深红色 不得不说 这眼睛亮了之后 看上去就舒服多了 来替换一下头雕 这个时候 没用的独裁者头雕 就可以下线了 再拿一个老威的头雕来进行安装 头雕底部的球碗关节 还增加了一段可动 可以给整个头部 带来更多的可动范围 这一处设计值得点赞 老威的体型非常的壮硕 全程也有着硬朗的线条 包括很多的机械细节刻画 有着全身的旧化涂装 尤其是部分边缘位置的烟熏效果 属实是加分了不少 妥妥的硬汉老威啊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对这副外观是否满意 满分五分给他打个分吧 刚刚不是有介绍过 一版填补螺丝孔的零件吗 这一份说明书上 居然对这些零件 都没有进行描述 所以位置都不知道 主张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对这些零件一一进行了填补 也就给各位展示一下 填补后的外观造型 如果你到手之后 也想填补的话 不妨可以参照一下我的视频 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 这里拿出DLX的外传擎天柱与老威进行对比 嗯这个身高差还挺萌的 但是离设定图还差一点 当然了 这也不是设定中的老威嘛 量下高度 老威的头顶高度约33厘米 真的是又大又粗啊 手炮的炮管内 带有透明件 而且内置了发光灯阻 按动一下侧方的开关 得于透明件的细节刻画 使得灯效很有层次感 电池盖位于炮管的顶部 炮身侧方 有一个圆柱形的连接线 将它拨下 此时你就可以将它与老威的手臂进行连接了 可动部分 头部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 像四周的侧摆角度都很不错 而且可以通过球碗根部的多段关节来提升可动 手臂可以进行360的旋转 齿轮声音相当的清脆 手臂平台能够达到90度 此时肩胛也会避让 大臂可以水平旋转 肘部同样是齿轮关节 但可动范围只有90度 手心为五指全可动手 此处的关节更是非常的紧实 直地提的是 手腕位置可以向内弯曲90度 腰部可以进行大范围的水平旋转 弯压的角度不错 但是有明显的断层感 胯关节可以下拉 来提升整条腿的可动 同时无论是前踢后踢还是侧踢 根部关节都为齿轮关节 活动角度以及把持力度都是相当的可以 可以活动的下拉关节也并不会因为整条腿的重量而发生松动下滑 大腿有着轻微的平转范围 膝关节为双段式齿轮关节 可动范围和齿轮表现都很哇塞 相比表现出重的膝关节 相比表现出重的膝关节 整只脚的可动就会逊上很多 只有向内的接地表现 其他的角度几乎为零了 整体的可动看完之后 你觉得这款老魏的可动性表现如何 满分5分给他打个分吧 接着来看看老魏的变形过程 中文字幕发展中文字幕杨栋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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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